他是不是在講天荒夜譚嗎 不可能啊 少時候管他是誰執政 反正不會是蔡英文執政 到時候再說 所以台電基本上 已經快要宣佈破產了 去哪裡擠出4400億來呢 用說的比較快 難道他們自己怎麼樣 有印鈔機嗎 還是把台電員工當狗在罵 真的被罰的是中天新聞 栽贓嘛 莫須有的啊 如果是在馬總統任內發生 烏克蘭先生 你還會這麼的緊張 跟這個惶恐嗎 因為你如果不想當兵 你就不要再投民進黨 可是如果是馬總統的兩岸關係 他的兩岸政策 你會擔心大陸打過來嗎 為什麼馬總統那8年 攻擊都不早台 康東保台給我們的好處是什麼 是民進黨很好騙票 很好選舉 好 昨天呢 終於國發會通過了 這個公佈了我們的 減碳的路徑圖 就看完了之後呢 大家覺得應該是迷航圖吧 因為呢這2050 要達到近零的一個路徑 就是呢 我們不能夠再排任何的 碳喔 好 那麼呢 要怎麼辦呢 光是用電的部分 再生能源就必須要超過60% 否則不可能 但現在再生能源 在我們的比例是多少呢 在我們的發電比例 只有6.5% 換句話說要增加10倍啊 那麼這真的是 不要說比登天還難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三大工商團體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是在講天荒夜譚嗎 商總說理想跟現實總是有距離的 工總就說不可能啊 所以沒有人相信啊 還有另外新售的汽機車 2040年要全部電動化 不能加油了 懂嗎 不能用化石燃料了 很好 但是做得到嗎 另外還要保留27%的火力發電 那火力就會燒碳啊 就會排碳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要搭配碳補桌的封存 但是這個碳補桌的技術到現在 都還沒有成熟上路 而且因為它還沒有成熟 基本上是天價 那到時候呢 到時候管他是誰執政 反正不會是蔡英文執政 到時候再說 現在先寫了再說 還有呢 2030年要投入9000億的預算 因為不然要做這些轉型 要花錢啊 問題是9000億的預算 裡面有4400億 是叫國營事業出 問題是說現在中油台電就已經虧損連連啊 而且他們兩個又要幫陳其賣蓋動物園 又要幫忙吃買世家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也全世界油價大漲 他們又不能漲 台電又要動漲 是去哪裡升這麼多錢 核四又通通不能夠再啟動 所以台電基本上已經快要宣佈破產了 去哪裡擠出4400億來呢 用說的比較快 難道他們自己怎麼樣 有印鈔機嗎 好 所以國發會主委出來講 他說再生能源擴大建制 未來就不會有缺電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 如果再生能源有6-70% 就不會有缺電的問題 問題是說有可能嗎 什麼時候會有6-70%的再生能源呢 再生能源高達6成的話 還有光電跟風力 不是穩定的電力 那機載的電力要靠什麼呢 所以這就是台灣經發中心的執行長 吳大任教授在問啊 就說這樣子好像很不切實際耶 我剛剛講了 三大工商團體就說啦 連2025不是就答應我們再生能源要打兩成嗎 是20% 現在才6.5% 所以就已經嚴重跳票了 現在又說要達到60% 這是天方夜談吧 好 所以綠色和平 這環保組織也出來講了 9000億 這個也太少錢了吧 而且國營事業根本就沒錢啊 糧草未足就想打仗不可能啦 但曾文生說不會啊 我們的目標沒有定很高啊 我們跟韓國差不多而已啊 比日本差稍微高一點啊 問題是人家已經實際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了 我們是現在才寫報告啊 跟你原本之前答應的就已經落差很大啦 好 那至於303大停電 禮拜二不是蘇葵做專案報告嗎 好 就說了 一直說啊 會做最嚴厲的處分絕不護短 你不要誤會了 是沒有要處分王美花 王美花很偉大 讓我們斑斑有冷氣啊 所以最嚴厲的處分處分誰 當然是痛也叫不出聲音的基層員工嘛 好 那麼3月22號檢調就無預警的 去搜索了台電三個員工的辦公室住家 嚇死人啊 可能沒有想到在台電上班 有一天居然會被警調搜索啊 台電的員工就說 怎麼可能會有員工故意去失誤呢 有必要把我們當作匪諜嗎 好 當事人的太太是顫抖到哭泣 當然嚇都嚇死啦 受到這麼大的心下 他先生也不過在電廠做事而已啊 一輩子奉公守法 居然現在被當刑事犯 有起來可能被變成是國安匪諜 這也太嚴重了吧 好 所以台電員工當然大反彈啊 3月28號台電董事長 就趕快寫了一封信給同仁說 大家不要緊張 沒有這麼嚴重啦 我們3月30號的時候呢 會來召開重大勞資會議 台電是需要召開會議 才能夠更動跟員工的契約 所以不是隨時就 要給員工寄過 要跟員工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沒有沒有 不要緊張 趕快安撫員工的情緒 但問題是3月29號 蘇貞昌在立法院還是繼續講啊 說王梅花沒事 王梅花第一時間說他願意負政治責任 但是他表現得這麼優異 我絕對不會讓他下台 因為事故是第一線人員操作監督不中 所以跟王梅花沒有關係 是完全是台電員工的問題 未來如果人為疏失造成重大事故的話 我要給他進兩大過免值 你看蘇貞昌還是把台電員工當狗在罵 沒有啦 現在不可以把員工當狗罵了 但是他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台電的重大勞資會議根本沒有召開 所以也不是你蘇貞昌說了就算 就我剛剛講的 基層員工真的是很弱勢 這麼大的官行政院長親自出來炮轟他 親自出來要用國安法來辦他們 嚇得兩腿發軟了 現在就只能拿這些人來欺負來祭旗嗎 這樣子就不會跳電了嗎 這樣就不會停電了嗎 國俄屋戰士不只是造成了 能源價格飛漲 也讓全球關注其兩岸的局勢 邱帶三就拋出了兩岸互認主權論 被認為說蔡政府難道又在偷渡兩國論嗎 而曹新成就跳出來呼籲說 國人要支持蔡總統所踢出來的兩岸互不隸屬 他還說沒有什麼血濃於水啦 只有血流成河 問題是曹新成他不是有外國國籍嗎 萬一爆發戰爭 想要尋求庇護可是有管道的 那麼這些人在背後喊打喊殺 卻要沒有辦法尋求庇護的人 去血流成河嗎 惠恩哥怎麼看 我們的前國安會的秘書長蘇琪 他是被曹新成點名罵的 但是蘇琪風度非常好 他說我不談這個人 所以我也要學一下蘇琪 我也不談曹新成這個人 我幹嘛去談一個新加坡人 我講一下我的學妹 徐曉星 剛剛幾位前輩提到什麼 要嘛就是傳染病防治法 要嘛就是假新聞 我請問你徐曉星有被罰嗎 沒有啊 所以學長我大意滅親 趕快罰徐曉星 我跟你講 真的被罰的是中天新聞 就是那個浙江台商爸爸 call in進來 吃了一張40萬的罰單 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們節目不接call in 就這樣 是這樣子嗎 我每天都 廣播都接call in 我很危險 那根本是栽贓嘛 莫須有的 那我請問你 浙江台商爸爸有被罰嗎 就是call in的人沒罰 接call in的中天被罰了40萬 有這種事情嗎 我跟你講那些累積在 中天新聞的罰單 真的都是莫名其妙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馬蔡比一比 剛剛主持人這問題 我還是要正面的回答一下 在馬總統的任內 我們的疫期是縮短的 是一減再減 減到現在四個月 是從馬總統那時候開始的 那這個蔡總統任內 會不會疫期延長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 所以你疫期比一比 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 烏克蘭戰爭是在蔡總統任內 這個是 我要請大家假設是 如果烏克蘭戰爭在馬總統任內 如果是在馬總統 也不就五年前 如果是在馬總統任內 發生烏克蘭戰爭 你還會這麼的緊張跟惶恐 因為我不曉得 鄭麗文我有沒有緊張 因為現在的基層民代 全國各地接到就說 幫我兒子喬一下 可不可以讓他提早去當兵 因為現在提早去當兵 當四個月就退伍了 如果一拖再拖 搞不好這個 這個兵役法什麼修正什麼 變成一年 那就差多了 四個月跟一年 這差八個月這還得了 我插一下嘴 那個立文我兒子16歲 可以提早去當兵 我兒子高一 你幫你兒子去當好了 我60歲的不行 60歲不能當兵 對 所以看到這些 就想要提早入伍的這種狀況 我是覺得很悲哀 而且我覺得這種想要這個 這等於是走後門 你提早請這個 這我也覺得滿卑鄙的 所以主持人我的建議是 這種提早的 將來如果我們 把修法修成一年之後 你們都要回來補八個月 這樣才公平 你比較聰明 別人就比較笨嗎 所以觀眾朋友我的提問說 你如果不想當兵 你就不要再投民進黨了 現在變成我在幫國民黨拉票 你看看 你就說你馬賽比一比 我剛剛的這個假設 請大家再想一遍 如果是在馬總統陣內 我們當然還是會討論烏克蘭 我們還是會關心 可是如果是馬總統的兩岸關係 他的兩岸政策 你會擔心大陸打過來嗎 為什麼馬總統那八年 共機都不擾台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解放軍沒有空軍嗎 有 我們的防空識別區還是這麼大 他為什麼不飛 所以就是蔡總統 他領導國家的方向 難怪我們的外交部長說 美國很信任蔡總統 如果我是美國 我會很信任蔡總統 叫你買什麼就買什麼 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誰不信任他 那是錯的 我們要維護的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2024還有一次機會 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政黨輪替 把這個抗中保台的路線調整 事實證明是沒有用的 對不對 你蔡總統執政這五年多 你覺得抗中保台有用嗎 抗中保台給我們的好處是什麼 是民進黨很好騙票 很好選舉 可是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對我們的國家利益 是非常危險的